線上超美花束以及可口蛋糕 不為什麼就是為了謝謝職場媽媽的偉大 而最令人感動的就是職場媽媽 星期五給星放假一天 非常感謝我們的老闆 願意這樣給我們一天的有心假 可能就會安排一個小小的聚會 就是跟他逆在一起一整天 媽咪們笑得合不龍嘴 身為科技公司的董事長 也是最大的欣慰 辦一個活動讓高興 讓女生女性們 有更高的一個母親節的歡樂氣息 但其實這樣子的好康真的很少見 因為職場媽媽工作最大期望 就是可以準時下班 加薪以及工作穩定 這些看似都相當基本 但仍然高達九成的媽媽 身心壓力大 其實在主管上面 他們可能就會讓你請假的方式 他就稍微有一點 就是對我們就媽媽之類 可能就會有點就是不是很OK 不過企業也有話要說 百分之七十七點四的企業 願意優先錄取職場媽媽 而將近四成也願意提供 比較高的薪水 聽起來相當誘人 但實際上 會有點貼標籤 就是說可能有小孩的 這個女性員工配合度 可能是比較不好 可能就優先不會請她去出差 那升級機會 她自然就難以獲得了 只盼望企業有所改善 別讓媽咪們越做越累 記者派遞有楊更怪您台北報導